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第十五章 霍格沃茨的高级调查官 他们原以为第二天早上必须仔细梳理贺敏的预言家日报才能找到 破析在信中提到的文章 然而出发的送货猫头鹰才刚刚放空 当贺敏大口喘气并压平报纸已露出牛奶壶的顶部时 多洛雷斯乌姆里奇Delores Umbridge的大幅照片 他灿烂的笑着 对着他们慢慢的眨着眼睛 在标题下方 教育部寻求教育改革 多洛雷斯乌姆里奇被任命 有史以来第一位高级审判官 乌姆里奇 审判官 哈利阴沉的说 他吃了一半的兔丝从他的手里滑落了 手指 那是什么意思 赫敏大声说道 昨晚 魔法部出人意料的通过了新立法 赋予自己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前所未有的控制水平 一段时间以来 部长对霍格沃茨发生的事情感到越来越不安 部长出级助理珀西维斯来 他现在正在回应人们提出的担忧 焦虑的家长们认为学校可能正在朝着他们不赞成的方向发展 这并不是部长科尼利厄斯福吉最近几周第一次使用新法律 改善魔法学校 8月30日 教育令 第22号法案获得通过 以确保在现任校长被任命的情况下 无法提供教职候选人的教育部应选择合适的人选 人 这就是多洛雷斯乌姆里奇被任命为获格沃茨教师的原因 维斯来昨晚说道 邓伯多找不到任何人 所以部长找来了乌姆里奇 然后 当然 他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他是什么 哈利大声说道 等等 还有更多 赫敏严肃的说 立即取得成功 彻底改变了黑魔法防御术的教学 并向部长提供有关实际情况的实地反馈 霍格沃茨 随着教育部的通过 该部现在正式确定了这最后一项职能 第23号法令 设立了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这一新职位 这是部长计划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阶段 旨在解决一些人所说的问题 霍格沃茨的标准不断下降 维斯来说道 审判官将有权检查他 教育工作者 并确保他们达到标准 乌姆里奇教授有 除了他自己的教学职位之外 我们还获得了这个职位 我们很高兴的说 他已经接受了 教育部的新举措得到了学生家长的热情支持 霍格沃茨 现在我知道邓布利多受到了公平和公正的对待 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41岁的卢修斯马尔弗先生去年在威尔特郡的豪宅中说道 客观评估 夜晚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一直担心一些问题 邓布利多在过去几年里做出了古怪的决定 很高兴得知魔法部正在 密切关注局势 这些古怪的决定中无疑包括有争议的员工任命 本报此前曾描述过 其中包括狼人雷穆斯的雇佣 卢平 半巨人鲁伯海格和妄想的前奥罗风眼目的 当然 谣言比比皆是 阿布斯邓布利多 曾经的最高魔王 国际巫师联合会和威尊加摩首席术士不再存在 负责管理著名的霍格沃茨学校 我认为任命审判官是确保霍格沃茨拥有一个 一位教育部内部人士昨晚表示 我们都可以对校长充满信心 威森加摩长老格里塞尔达马其邦克斯 Grizaldomart Banks和提比略奥哥登 Tiberius Ogden 已辞职 以抗议 霍格沃茨引入审判官一职 霍格沃茨是一所学校 而不是科尼利厄斯福吉办公室的前哨基地 马其邦克斯夫人说 这是抹黑阿布斯邓布利多的 又一令人作呕的企图 有关马其邦克斯女士 涉嫌与颠覆性妖精组织有联系的完整说明 请参阅 第十七页 赫敏读完 看着桌子对面的另外两个人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和乌母里齐在一起的了福吉通过了这项法令并强迫他 在我们身上现在他还给了他检查其他老师的权力 赫敏还在呼吸 速度很快 他的眼睛很明亮 我不敢相信这一点 太离谱了 我知道是这样 哈利说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握紧了桌面 然后看到 乌母里齐的微弱白色轮廓迫使他刻入皮肤 但罗恩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什么 哈利和赫敏盯着他说道 哦 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麦格接受检查 罗恩高兴的说 乌母里齐不会知道 是什么击中了他 好吧 来吧 赫敏跳了起来 我们最好出发了 如果他正在检查宾斯的房间的话 上课我们不想迟到 但乌母里齐教授并没有检查他们的魔法史课 这课同样乏味 和上周一一样 当他们来学习双份魔药时 他也不在斯内普的地牢里 哈利的月光石论文被交还给他 上面潦草的写着一个大而尖的黑色地 再上角 如果你在你的学校里展示这项工作 我会给你大分 猫头鹰 斯内普一边笑着说 一边扫过他们 把作业传回给他们 这 应该让你对考试中的期望有一个现实的想法 斯内普走到班级前面 转身面对他们 这份作业的总体水平很糟糕 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们大多数人都会失败 是你的考试 我希望看到本周关于以下问题的文章付出更多努力 各种毒液解毒计 否则我将不得不开始拘留那些人 那些得了地的笨蛋 当马尔弗窃笑时 他得意的笑了 低声说道 有些人得了地 哈 哈利意识到赫敏正在侧目看他的成绩 哈利意识到赫敏正在侧目看他的成绩 他滑倒了 尽快把他的月光时论文放回包里 感觉他宁愿保留 该信息是私人的 哈利决定不给斯内普这堂课不及格的借口 读了诱读每一行 在按照黑板上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前 至少要重复三遍 他的强化 荣液并不完全是赫敏的清澈绿松石色 但至少是蓝色而不是 不是粉红色的 就像纳威的那样 他在课程结束时将一瓶他送到了斯内普的桌子上 带着一种混合着反抗和宽慰的感觉 嗯 情况没有上周那么糟糕 不是吗 当他们爬出楼梯时 赫敏说道 进入地牢 穿过入口大厅去吃午饭 还有作业 也没有太糟糕 不是吗 当罗恩和哈利都没有回答时 他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 好吧 我没想到顶部 成绩 如果他按照O标准评分的话就不行 但在这个阶段通过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你不说吗 哈利喉咙里发出不知可否的声音 当然从现在到考试之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提高 但我们现在得到的成绩只是一种基线 不是吗 我们可以建造一些东西 在 他们一起坐在格兰芬多的桌子旁 显然 如果我得了O 我会很兴奋 赫敏 罗恩尖锐的说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成绩 就问吧 我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吧 如果你想告诉我 我得了P 罗恩一边说着 一边把汤咬进碗里 快乐的 嗯 这没什么好羞耻的 刚刚和乔治一起来到餐桌旁的弗雷德说到 和李乔丹 坐在哈利的右边 一个健康的P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赫敏说 P不是代表 可怜 是的 李乔丹说 不过 比地更好 不是吗 可怕 哈利感觉自己的脸变热了 他在面包卷上假装咳嗽了一声 当他出现的时候 由此他遗憾的发现赫敏仍然对O成绩充满兴趣 所以最高等级是O代表杰出 他说 然后是A 不 E 乔治纠正他 E代表超出预期 我一直认为弗雷德和 我应该在所有方面都获得E 因为我们仅仅通过参加考试就超出了预期 考试 除了赫敏之外 其他人都笑了 他继续说道 所以E后面是A 代表可接受 而 这就是最后一次的及格分数 不是吗 是的 弗雷德说着 把一整卷面包进入汤中 放到嘴里吞下去 整个 然后你会得到P代表贫穷 罗恩举起双臂假装庆祝 RD代表可怕 然后是T 乔治提醒他 T 贺敏问道 看上去很震惊 甚至低于D 这到底代表什么 为了 巨魔 乔治立即说道 哈利又笑了 尽管他不确定乔治是不是在开玩笑 他想象着 试图 试图向赫敏隐瞒他在所有O中都获得了T的事实 并立即 决心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 你们已经上过检查课了吗 弗雷德问他们 不 赫敏 赫敏立刻说道 你 就在现在 午饭前 乔治说 魅力 那是什么样子的 哈利和赫敏一起问道 弗雷德 耸耸肩 没有那么糟糕 乌姆里奇只是潜伏在角落里在剪贴板上做笔记 你知道吗 弗雷德 弗雷就像 他对待他就像对待客人一样 似乎根本不打扰他 他没有多说什么 问了爱丽西亚几个关于课程通常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爱丽西亚告诉他他们 真的很好 就是这样 我不认为老弗雷德会被打分 乔治说 他通常会让每个人都通过 他们的考试没问题 今天下午有谁来吗 弗雷德问哈利 特里劳尼 如果我见过一个的话 还有乌姆里奇本人 好吧 做个好孩子 今天别对乌姆里奇发脾气 乔治说 安吉利娜会做 如果你错过任何更多的奎弟奇训练 他会发疯的 但哈利并没有等到黑魔法防御术客上就见到了乌姆里奇教授 在阴暗的占卜室最后面的座位上 他正在拿出他的梦想日记 当罗恩用肘击中他的肋骨时 他环顾四周 看到乌姆里奇教授出现了 穿过地板上的火板门 原本欢声笑语的班级顿时鸦雀无声 噪音水平的突然下降让一直在周围飘荡的特里劳尼教授 分发梦想神域的副本 环顾四周 下午好 特里劳尼教授 乌姆里奇教授笑容满面的说 你 收到我的便条 我相信吗 请提供您检查的时间和日期 特里劳尼教授简短的点点头 看上去非常不满 背对着教授 乌姆里奇继续分发书籍 乌姆里奇教授仍然微笑着抓住了我的背 将最近的扶手一拉到班级前面 使其落后几英寸 特里劳尼斯教授的座位 然后他坐下来 从花包里拿出写字板 满怀期待的抬起头 等待上课 特里劳尼教授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紧了围巾 通过巨大的放大镜观察全班同学 今天我们将继续研究预言梦 他勇敢的尝试说 一如既往的神秘语气 尽管他的声音略有颤抖 请分成两人一组 并解释每一个 在神域的帮助下获得其他人最新的夜间幻想 他好像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看到乌姆里奇教授就坐在座位旁边 立即向左转向帕瓦蒂和拉文德 他们已经在深入讨论了 关于帕尔瓦蒂最近的梦想 哈利打开了他的梦神域 偷偷地看着乌姆里奇 他已经是 在他的剪贴板上做笔记 几分钟后 他站了起来 开始在路上踱步 特里劳妮身后的房间 听他与学生的对话并提出问题 这里和那里 哈利赶紧低下头看书 快做个梦吧 他告诉罗恩 以防老蝉厨来找我们 我上次就这么做了 罗恩抗议道 现在轮到你了 你告诉我一个 哦 我不知道 哈利绝望地说 他根本不记得做过什么梦 最后几天 假设我梦见我 把斯内普淹死在我的大锅里 是的 那会 做 罗恩咯咯地笑着打开了他的梦幻神域 好吧 我们必须将你的年龄加上你做梦的日期 及梦中的字母数量 主题 是溺水 大锅还是斯内普 没关系 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哈利说着 偶然瞥了一眼深厚 教授 乌姆里奇此时正站在特里劳尼斯教授的肩膀上做笔记 而 占卜老师向纳威询问他的梦想日记 你哪天晚上又梦见这个了 罗恩一边说道 一边沉浸在计算中 我不知道 昨晚 只要你愿意 哈利告诉他 试图听乌姆里奇在说什么 对特里劳尼教授说道 他们现在离他和罗恩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了 教授 乌姆里奇正在他的剪贴板上做另一笔笔记 特里劳尼教授正在看 非常不高兴 现在 乌姆里奇抬头看着特里劳尼说道 你在这个岗位上到底待了多久 特里劳尼教授皱起眉头看着他 双臂交叉 耸肩 仿佛想要 尽可能保护自己免受检查的侮辱 稍稍停顿后 他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无理 以至于他可以合理地 别理会 他用深深怨恨的语气说道 快十六年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乌姆里奇教授一边说 一边在剪贴板上做了笔记 原来是教授 邓布利多是谁任命你的 没错 特里劳尼教授简短的说 乌姆里奇教授还做了另一条记录 你是著名预言家卡桑德拉特里劳尼的曾曾孙女 是的 特里劳尼教授说 头稍微抬高了一些 剪贴板上的另一个注释 但我认为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 你是自卡桑德拉以来你家族中的第一个 拥有第二视觉 这些事情通常会跳过 呃 三代人 特里劳尼教授说 乌姆里奇教授缠除般的笑容扩大了 当然 他甜蜜的说 又做了一个记录 好吧 如果你能预测的话 那有什么给我的吗 他疑惑的抬起头 仍然微笑着 特里劳尼教授浑身僵硬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明白你 他 说着 他竟懒得抓紧了他骨瘦如柴的脖子上的围巾 我想让你为我做一个预测 乌姆里奇教授非常明确的说 现在 哈利和罗恩并不是唯一在他们身后偷偷观察和倾听的人 图书 当特里劳尼教授摆好姿势时 全班大多数人都呆呆的盯着他 他的身高 他的珠子和手镯叮当作响 内眼不听命令他用愤慨的语气说道 我明白了 乌姆里奇教授轻声说道 同时在剪贴板上又做了一个笔记 我 但是 但是 等等特里劳尼教授突然说道 试图表现出他一贯的空灵 声音虽然因愤怒而颤抖 但多少破坏了神秘效果 我 我想我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 一些与你有关的东西 为什么 我感觉到一些东西 一些黑暗的东西 一些严重的危险 特里劳尼教授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继续微笑的乌姆里奇教授 温和的看着他 扬起了眉毛 我怕 我怕你有严重危险 特里劳尼教授完成 戏剧 戏剧性地 一阵停顿 我知道罗恩的想法 他一模一样 他们俩 知道特里劳尼教授是个老骗子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讨厌乌姆里奇 如此之多 以至于他们非常支持特里劳尼 直到他向他们猛扑过来 几秒钟后 也就是说 出色的 他说 修长的手指在哈利鼻子下打了个响指 语气异常轻快 让 请让我看看你在梦想日记上的开头 当他用最高的声音解释了哈利的梦时 所有这些 甚至连哈利的梦 那些涉及吃粥的 显然预示着可怕的早死 他是 对他的同情心少了很多 乌母李奇教授一直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 离开 在剪贴板上做笔记 当铃声响起时 他走下银色的梯子 第一个 当他们到达黑魔法防御课时 正在等待他们所有人 十分钟后 当他们走进房间时 他正哼着歌 对自己微笑 哈利和罗恩告诉 赫敏曾上过算术占卜课 他们在占卜课上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 在赫敏问任何问题之前 他们拿出了防御魔法理论的副本 乌母李奇教授叫大家遵守秩序 周围一片寂静 把魔杖拿开 他微笑着对所有人说道 而那些原本抱有希望的人 足以把他们拿出来 悲伤的把他们放回包里 当我们最后完成第一章时 课程 我希望大家今天翻到第十九页 并开始第二章 常见的防御理论极其推导 就没有必要说话了 他坐在办公桌前 脸上仍然洋溢着灿烂而自满的笑容 班级发出了可听的 当他翻到第十九页时 叹了口气 哈利迟钝的想知道是否有足够的 书中的章节 让他们阅读今年的所有课程 并且是在这一点上 当他检查内容页时 他发现贺敏再次把手举在空中 乌母李奇教授也注意到了 而且 他似乎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 针对这种可能性的策略 他没有假装没有注意到贺敏 他站起来 绕过前排桌子 直到他们面对面 然后他 弯下腰 小声的让班上其他人听不到 小姐 这次是什么 格兰杰 我已经读过第二章了 贺敏说 那么 请继续第三章 我也读过 我已经读完了整本书 乌母李奇教授眨了眨眼 但几乎立刻就恢复了平静 那么 你应该能够告诉我 斯林克哈德在章节中关于反恶咒的说法是怎样的 十五 他说反咒语的命名不恰当 贺敏立即说道 他说 恶咒 这只是人们为了让自己的恶咒听起来更容易被接受而起的一个名字 乌母李奇教授扬起了眉毛 哈利知道他被打动了 这违背了他的意愿 但我不同意 贺敏继续说道 乌母李奇教授的眉毛扬得更高一些 目光也明显变得冷漠起来 你不同意 他重复道 是的 我愿意 贺敏说道 与乌母李奇不同的是 他没有低声说话 而是清晰的说道 此刻 他的声音已经吸引了班上其他同学的注意力 先生 斯林克哈德 他不喜欢恶咒 是吗 但是 我认为当他们用于防守时会非常有用 哦 你知道 是吗 乌母李奇教授忘记了低语 直起身子说道 好吧 恐怕这间教室里最重要的是斯林克哈德先生的意见 而不是你的意见 格兰杰小姐 但是 贺敏开口说道 这就足够了 乌母李奇教授说 他走回教室前面站着 在他们面前 他在课程开始时所表现出的所有乐观情绪都消失了 错过 格兰杰 我将从格兰芬多学院拿走五分 说到这里 一阵议论纷纷 做什么的 哈利愤怒的说 你别掺和进来贺敏急切的对他低声说道 无意义的打扰扰乱了我的课堂 乌母李奇教授平静的说 我是 这里教你使用教育部批准的方法 不包括邀请学生 对他们支支甚少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 您以前的老师在 这个主题可能给了你更多的许可 但因为他们都没有 与可能 奇洛教授除外 他至少看起来确实限制了自己的年龄 适当的科目 会通过部门检查 是的 奇洛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哈利大声说道 只是有一个小缺点 福德摩从他的后脑勺伸出来了 这句话之后是哈利听过的最响亮的沉默之一 然后 我认为在拘留一周会对你有好处 波特先生 乌母李奇 圆滑的说 哈利手背上的伤口还没有痊愈 到了第二天早上 伤口已经愈合了 再次流血 在当晚的拘留期间 他没有提出任何抱怨 他决心不 让乌母李奇满意 他一遍又一遍的写道 我不能说谎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这句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尽管没写一封信 伤口都会加深 正如乔治所预测的那样 第二周的拘留中最糟糕的部分是 安吉丽娜的反应 当他到达格兰分多餐桌吃早餐时 他把他逼到了墙角 星期二大声喊叫 麦格教授冲到了那对夫妇身上 他们来自员工表 约翰逊小姐 你竟敢在大厅里如此喧闹 五分来自 格兰分多 但是教授 他走了 又被拘留了 这是什么 波特 麦格教授尖锐的说道 转向哈利 拘留 从 谁 来自乌母里奇教授 哈利低声说道 没有看到麦格教授的表情 方形眼睛 你是在告诉我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以便让那群好奇的拉文克劳学生 他们身后听不到 在我上周一给你警告之后 你发脾气了 又在乌母里奇教授的课上吗 是的 哈利对着地板低声说道 波特 你必须控制住自己 你正面临严重的麻烦 还有五分 来自格兰分多 但是 什么 教授 布哈利对这种不公正感到愤怒 说道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 凭他的本事 你为什么也要积分 因为拘留似乎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教授说 麦格尖刻的说 不 不要再抱怨了 波特置于你 约翰逊小姐 将来你将把你的喊叫比赛限制在奎的祈求场上 否则就有失去球队的风险 队长 麦格教授大步走回教职园桌 安吉丽娜深深的看了哈利一眼 他厌恶的大步走开 然后扑到罗恩旁边的长凳上 怒气冲冲 他从格兰分多扣分 因为我的手每天晚上都被切开 怎么 那公平 怎么样 我知道 伙计 罗恩同情的说 把培根倒到哈利的盘子里 他已经快不行了 命令 然而 赫敏只是翻动了预言家日报的书页 什么也没说 你认为麦格是对的 是吗 哈利对着科尼利厄斯弗吉的照片愤怒的说 遮住了赫敏的脸 我希望他没有从你身上扣分 但我认为他警告你不要失去你的分数是正确的 跟乌母里齐发脾气 赫敏的声音说道 而伏吉则用力比划着 头版 清楚地发表某种演讲 哈利在魔咒课中没有和赫敏说话 但当他们进入变形课时 他 忘记了 忘记了对他生气 乌母里齐教授和他的写字板坐在角落里 一看到他 早餐的记忆就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 太好了 当他们在平常的座位上坐下时 罗恩低声说道 让我们看看 乌母里齐得到什么 他们不会的 伤害了你 给每个学生一份 哼 哼 乌母里齐教授说 用的是他以前习惯的那种愚蠢的小咳嗽声 在学期的第一个晚上打断邓布利多 迈格教授不理睬他 谢莫斯 教回哈利的论文 哈利没有看他就接过他 令他松了口气的是 他发现自己 曾获得A 那么 大家仔细听着 迪安托马斯 如果你再对老鼠这样做 我就会吧 你们被拘留了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成功的消灭了 你们的蜗牛 甚至那些 剩下一定数量的外壳就已经掌握了咒语的要点 今天 我们要 哼 哼 乌母里齐教授说 是的 迈格教授转过身来说道 他的眉毛似乎靠得太近了 形成一条又长又严格的线 我只是想知道 教授 您是否收到了我的便条 告诉您 日期和时间 你的检察员 显然我收到了 不然我会问你在我的教室里做什么 迈格教授坚决被对着乌母里齐教授 许多学生 交换了喜悦的眼神 正如我所说 今天 我们将练习更多 老鼠的消失很困难 现在 消失咒 家 家 我想知道 迈格教授冷冷的愤怒的说 转向乌母里齐教授 你怎么 如果你继续打断我 你想了解我平时的教学方法吗 你看 我 当我说话时 通常不允许人们说话 乌母里齐教授看起来就像刚刚被打了一巴掌 他没有说话 但他把写字板上的羊皮纸拉直 开始疯狂的写着 迈格教授再次向全班同学发表讲话 看上去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正如我所说 随着动物的复杂性 消失咒变得更加困难 消失 蜗牛作为一种无脊椎动物 并不构成太大的挑战 鼠标 作为一种哺乳动物 它提供了更伟大的功能 因此 这不是你可以实现的魔法 你的心思在你的晚餐上 所以 你知道咒语 让我看看你能做什么 他怎么能教训我不要对乌母里齐发脾气 哈利对罗恩低声说道 他小声的笑了 但他咧着嘴笑 他对迈格教授的愤怒已经相当严重了 蒸发了 乌母里齐教授没有像迈格教授那样跟随他在课堂上走动 特里劳尼教授 也许他意识到迈格教授不会允许这样做 他做过 然而 坐在他的角落里做更多的笔记 当迈格教授 最后吩咐大家收拾行李后 他站起身来 脸上的表情十分严峻 好吧 这是一个开始 罗恩说着 举起了一条长长的蠕动的老鼠尾巴 然后把它放回了水中 拉文德正在传递的那个盒子 当他们鱼罐走出教室时 哈利看到乌母里齐教授走进讲台 他推了推罗恩 罗恩又推了推赫敏 三人故意向后道去 窃听 你在霍格沃茨教书多久了 乌母里齐教授问道 今年十二月 三十九周年了 迈格教授粗鲁的说 趴的合上他的书包 乌母里齐教授做了笔记 很好 他说道 十天后你就会收到检查结果 我已经等不及了 迈格教授冷漠的说道 然后大步走开 向门口 快点 你们三个 他补充道 扫过哈利 罗恩和赫敏 他 哈利忍不住对他微微一笑 并且可以发誓他也得到了回报 他原以为下次他见到乌母里齐的时候就会是那天晚上在他的拘留所里 但他错了 当他们沿着草坪走向魔法护理森林时 生物们 他们发现他和他的写字板在格拉普兰教授旁边等着他们 你平时不上这门课 对吗 当他们到达时 哈利听到他问 战桥上 一群被圈养的护树罗郭正在四处寻找巢虫 就像这样 许多活的树枝 非常正确 格拉普兰教授说 双手背在身后 在蛋蛋上弹跳 他的脚 我是代替海格教授的代克老师 哈利与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不安的眼神 马尔弗正在和克拉布窃窃私语 高尔 他肯定会很高兴有机会向魔法部成员讲述海格的故事 恩 乌母李奇教授压低了声音说道 尽管哈利仍然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清楚地 我想知道 校长似乎奇怪地不愿意向我提供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重要的是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海格教授长期请假吗 哈利看到马尔弗热切地抬起头 仔细地看着乌母李奇和格拉普兰 恐怕我不能 格拉普兰教授轻松地说 除此之外 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做 从邓步利多那里得到一只猫头鹰 我愿意做几周的教学工作吗 我 公认 据我所知就这么多 恩 那我就开始吧 是的 请这样做 乌母李奇教授说 在他的剪贴板上乱写乱话 乌母李奇在这堂课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他在学生中徘徊 提出问题 他们对魔法生物 大多数人都能很好地回答 哈利的精神振奋了 有些 至少这堂课没有让海格失望 总体而言 乌母李奇教授说到 他在长时间的讨论后回到了格拉普兰教授身边 审问院长托马斯 作为一名临时工作人员 你如何 一个目标 局外人 我想你可能会说 你是如何找到货格沃茨的 你觉得你收到了吗 学校管理层是否给予足够的支持 哦 是的 邓布利多太棒了 格拉普兰教授由衷地说 是的 我很高兴 按照事情的进展方式 确实非常高兴 乌母李奇礼貌地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在他的剪贴板上做了一个小笔记 然后继续说道 今年你打算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内容 当然 假设教授 海格还没有回来吗 哦 我会带他们了解凹中最常出现的生物 教授说 粗糙的木板 没什么可做的了 他们已经研究了独角兽和袖袖 我想我们应该 盖住波洛克和猫离子 确保他们能够识别燕尾狗和解码 你知道的 嗯 无论如何 你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乌母李奇教授 乌母李奇教授说道 他的剪贴板上有非常明显的勾号 哈利不喜欢他强调你 但喜欢他 当他向高尔提出下一个问题时 情况就更糟了 现在 我听说这里有人受伤 班级 高尔傻乎乎的笑了笑 马尔弗赶紧回答问题 那是我 他说 我被鹰头马身有异兽砍伤了 鹰头马身有异兽 乌母李奇教授说道 他现在正疯狂的乱写乱话 只是因为他太蠢了 根本不听海格的吩咐 哈利生气的说 罗恩和赫敏都呻吟起来 乌母李奇教授在哈利的眼里 慢慢地转过头 方向 我想又要拘留一晚 他轻声说道 恩 非常感谢您 教授 grubbly plank 我想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您将收到检查结果 十天内 太好了 格拉普兰教授说 乌母李奇教授又出发穿过河流返回 草坪到城堡 那天晚上 哈利离开乌母李奇的办公室时已近午夜 他的手现在流血了 严重的是他弄脏了他缠绕的围巾 他期待公共休息室 当他回来时 他已经空了 但罗恩和赫敏已经坐起来等他了 他是 很高兴见到他们 尤其是赫敏倾向于同情而不是批评 来 他焦急地说 把一小碗黄色液体推到他面前 把你的手泡一下 因为他是用拉紧和腌制的 Murlap触手制成的溶液 应该会有所帮助 哈利将流着血 疼痛的手放入碗中 体验到了一种美妙的感觉 宽慰 克鲁克山蜷缩在他的腿上 大声咕噜咕噜地叫着 然后跳到他的腿上坐下来 向下 谢谢 他感激地说 用左手挠着克鲁克山的耳朵后面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抱怨一下 罗恩低声说道 不 哈利平淡地说 如果麦格教授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发疯的 是的 他可能会的 哈利呆呆地说 你认为乌姆里奇需要多长时间 通过另一项法令 规定任何抱怨高级检察官的人都会被解雇 立即的 罗恩张了张嘴想反驳 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过了一会儿 他又闭上了嘴 打败了 他是个糟糕的女人 赫敏小声说道 可怕 你知道 我只是说 当你进来的时候告诉罗恩 我们必须对他做点什么 我建议下毒 罗恩冷酷地说 不 我的意思是 他是一位多么可怕的老师 以及我们如何不学习 他根本没有任何辩护 赫敏说 那么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罗恩打着哈欠说道 太晚了 不是吗 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他会留下来 伏吉会确保这一点 好吧 赫敏试探性地说 你知道 我今天在想 他微微一笑 紧张地看着哈利 然后继续说道 我在想 也许是时候了 我们应该 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什么 哈利疑惑地说 他的手仍然漂浮在莫特拉普的精华中 触手 好吧 我们自己学习黑魔法防御术 赫敏说 别再这样了 罗恩呻吟道 你想让我们做额外的工作吗 你意识到哈利和我了吗 作业又落后了 而且才第二周 但这比作业重要多了 赫敏说 哈利和罗恩瞪着他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作业更重要的了 罗恩说 别傻了 当然有 赫敏说 哈利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看到 他的脸上突然充满了 SPEW通常激发他的热情 他是 就像哈利在乌姆里奇的第一课中所说的那样 为等待我们的事情做好准备 在那里 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确实能够保卫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整年 我们靠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 罗恩用挫败的声音说道 我的意思是 好吧 我们可以去 在图书馆查找恶咒并尝试练习他们 我想 不 我同意 我们已经过了 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东西的阶段 说道 赫敏 我们需要一位老师 一位合适的老师 他可以向我们展示如何使用咒语并纠正错误 如果我们出错了 如果你说的是卢平 哈利开始说道 不 不 我不是在谈论卢平 赫敏说 他太忙于凤凰社了 而且 无论如何 我们最多能在霍格莫德周末见到他 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足够的 那是谁 哈利皱着眉头看着他说道 赫敏深深的叹了口气 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说 我说的是你 哈利 一阵沉默 一阵微风吹过罗恩身后的窗玻璃 发出嘎嘎声 火熄灭了 关于我什么 哈利说 我说的是你教我们黑魔法防御术 哈利盯着他 然后他转向罗恩 准备交换他们愤怒的眼神 当赫敏向哈利详细阐述spew之类的牵强计划时 有时会分享 然而 罗恩看上去并没有惊慌失措 他眉头微皱 显然是在思考 然后他说 这是一个想法 什么主意 哈利说 你 罗恩说 教我们这样做 但 哈利现在笑了 却信他们俩在开他的玩笑 但我不是老师 我不能 哈利 你是今年黑魔法防御术中最好的 赫敏说 我 哈利说到 现在笑得比以前更灿烂了 不 我不是 你已经打败了我 每次测试 事实上 我没有 赫敏冷静地说 你在我们的第三年击败了我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年 两人都参加了考试 并且都有一位真正了解该科目的老师 但我不是在谈论测试 结果 哈利 想想你都做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要这么愚蠢的人来教我 罗恩对赫敏说 微微一笑 他转向哈利 让我们想一想 他说 像高尔那样全神贯注 了 第一年 你救了 来自神秘人的魔法石 但那是运气 哈利说 不是技巧 第二年 罗恩打断道 你杀死了蛇怪并摧毁了李德尔 是的 但是如果福克斯没有出现 我 第三年 罗恩声音更大了 你一次击退了大约一百只射魂怪 你知道那只是侥幸 如果时间转换器没有 去年 罗恩说道 现在几乎是大喊大叫 你又击退了神秘人 听我说哈利几乎生气了 因为罗恩和赫敏现在都在傻笑 听我说好吗 你这样说听起来很棒 但所有这些都是运气 我 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计划 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 想想 我几乎总是能得到帮助 罗恩和赫敏还在傻笑着 哈利觉得自己的脾气在上升 他甚至不确定为什么他 感到很生气 别坐在那儿傻笑 好像你比我更了解 我就在那儿 不是吗 他热情的说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吗 我没有经历这些 因为我很擅长 黑魔法防御术 我熬过了这一切 因为 因为帮助来的正是时候 或者因为我猜对了 但我只是错误的经历了这一切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 坐 别笑了 那晚 那晚 Murlap精华掉在地上 摔碎了 他意识到他正处于他的 脚 尽管他不记得站起来了 克鲁克山从沙发底下溜走了 罗恩 贺敏的笑容消失了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 你们俩 你从来没有必要面对他 不是吗 你认为这只是背一堆咒语 然后扔给他 就像你在课堂上一样 或者其他的东西 自始至终你都确信 你知道你和死亡之间没有任何障碍 除了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大脑或胆量或其他什么 就像你可以直接思考 当你 知道你很快就会被谋杀 折磨 或者眼睁睁的看着你的朋友死去 他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感觉 而你 两个人坐在那里 表现得好像我是一个聪明的小男孩 而站在这里 还活着 就像狄哥里是个傻瓜 就像他搞砸了一样 你只是不明白 那很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 如果福德摩不需要我的话 我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伙计 罗恩说道 看上去很惊讶 我们没有 去狄哥里吧 我们没有 你搞错了 他无助的看着一脸震惊的赫敏 哈利 他胆怯的说 你没看到吗 这 这正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 我们需要 知道那真的是什么样子 面对他 面对V 福德摩 这是他第一次说出福地摩的名字 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让哈利平静下来 呼吸仍然急促 他坐回椅子上 同时意识到 他的手又开始剧烈的抽痛 他希望自己没有打碎 Murlap完 本质 好吧 想想吧 赫敏轻声说道 请 哈利想不出该说什么 他已经为自己的爆发感到羞愧了 他 点点头 几乎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 赫敏站了起来 好吧 我去睡觉了 他说 声音显然是他所能做到的最自然的 了 晚上 罗恩也站了起来 未来 他尴尬的对哈利说道 是的 哈利说 在一分钟内 我会把这件事弄清楚 他指着地板上打碎的碗 罗恩点点头就离开了 修复 哈利低声说道 用魔杖指着那些破碎的瓷器 他们飞回来了 在一起 就像新的一样 但没有将 Murlap精华放回碗里 他突然感到很累 很想躺回扶手以上睡一觉 但是 相反 他强迫自己站起来 跟着罗恩上楼 他不安的夜晚被打断 再次梦见 长长的走廊和锁着的门 第二天 他醒来时 带着伤疤 再次刺痛 我再次考虑